4.4 季节目 月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叫做朝月 追求卓月 超越自我 追求卓月 所以说我们的第二个品牌是卓月 超越自我 就是我们现在是第三个品牌 是超越的谐音叫做朝月 我们有个公式 就是每天我们来上班 可能是一 但是你做得好一点 可能是一点零一 你如果说 每天不去超越自己一点点 那总有人去超越你 所以说这就是 我们团队的slogan 所以我们所有的同事都知道 在我们的团队里边 就要不断地追求卓越 去超越自我 就是你怎么定义 音乐这个系列餐厅的这个料理 是中餐西做 还是中西融合 我们尝试用不同的角度 来去跟大家分享 什么是粤菜 所以我们就专门开一家 潮汕菜餐厅 来去跟大家分享 潮汕的种种美好的东西 我希望来我们这里吃饭的客人 通过我们这个餐口 打开了对潮汕菜的一个新的认知 我听说你们团队 基本上都是非常年轻的 是的 年轻人它代表是这种娇气 而且它代表是一种空白 可以在我们这种传心的菜系里面 任由我去描绘 他们设计还蛮 这个好像一个波浪的线条 有没有感觉到 好像一个浪花一样 所以跟我们潮越的概念是匹配的 所以我们作品是整体的体验 而不是说这道菜 这菜只是我们作品的一个部分而已 所以我一直都说我们真正的作品 我们不是卖菜的 我希望是卖一个体验卖一个所谓 国家级的一个飞移项目 叫做潮阳纸雕 它是由潮汕的一些手工艺人 用剪刀啊刻印来去把它雕刻出来的 潮汕画纸雕啊 这些都是我希望带给大家的一些元素 我希望这是一个载体来去承载更多的东西 把各种我喜欢的元素作为一个菜名 这个好像我写给潮汕的一个情书 就是种种美好的回忆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广东人吃饭是以汤开心 这是一种传统 汤可以帮我们打开我们的味蕾 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前菜 鱼饭 鱼皮做的脆片 它可以帮助我们带来那个鱼肉的成刺感 黑色那个是一个黄豆酱 绿色那个香菜酱 虾炉虾 南极虾 宝当虾 山主虾的虾味风味都不同 呈现海鲜它原本的质感 这鱼呢会带来它一个浓烈的风味 因为圣烟之时是风味特别明显的 特别浓厚的 所以我们做成一些刺利来裹着它 吃完第一个 你再吃第二个 好像我们坐过山车一样 我们的舌头会一下子冲上一个高潮 这是我喜欢跟大家玩的一种游戏 它其实是一个潮汕的传统吃法 哇 好漂亮啊这个 中国产的白鲁捞酒搭配这个鱼 是我非常习惯的一种搭配 酒体非常的丰富 现在我们能不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 那个草本的香味 对 这种叫做筋不患 对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元素 冻的沙茶 这个部位又有脂肪 又有筋膜 又香 甚至沙茶有一点就是焦糖的那种感觉 焦糖咖啡茶的味道 对对对对 它是连接我们的桥头 桥上当中的一个年轻的桥头 菜来的 胡瓜包 我曾经有十年的时间是做西餐的 所以我会用很多西方的设备啊 或者技艺来去做一些传统的月菜的味道 鱼虾线 每个逢年过节都会玩的一个游戏 到最后呢 我们是想送你伴手你 再靠你自己的运气来去迎娶 哎呀 谢谢 嗯 我来一个人先来 吃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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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餐